《大热闹大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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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交小地域》 《开堂小地域》 《霍凶小地域》 《霍顶翘尺小地域》 《披歌小地域》 《钢叉小地域》 《世人若不群笑道》 《双亲在世时不予奉扬》 《双亲去世后不予以安葬》 《平时所作所为》 《由始父母或瘟姑产生惊恐、惧怕、愁闷、烦恼等新之逝者》 《假若不快忏悔前非、糊涂的过日已久》 《造神先将这些男女记下名字》 《上奏御帝》 《减少或除去衣食的福报与入位》 《并听任邪鬼随身作祟》 《死后》 《受过前面各殿地域的诸种刑罚后》 《借送到本殿》 《牛头马面各鬼族》 《盗托此等鬼犯》 《植入大地域》去受苦 《在教各小地域分别加刑、受尽痛苦后》 《借教第十殿的转结所内》 《改头换面》 《永远投胎为畜生》 《假如有世间的善男性女》 《遵性玉丽宝超中之所述》 《立即忏悔前非》 《于四月初一发誓改过不再犯错》 《并且无论何月何日》 《无论早上晚上》 《可对造神历世》 《从今以后知过改过》 《无论何时》 《均能不再犯错》 《若能如此者》 《则在临死之时》 《本宅的造神》 《将其分作三等处理》 《或在额上写一尊字》 《或写一顺字》 《或写一改字》 《交勾魂使者与贵族》 《带到第一殿》 《并依次带到第七殿》 《即使有犯各殿诸罪》 《也都减一半刑罚》 《并且不用借送到第八殿来受苦》 《立即交第九殿》 《如果经查未犯放火阴毒等罪事》 《随即交给第十殿》 《分别发放投身人道》 《玉帝特别加恩批示》 《假若在传超硬行御立宝超》 《能使世间的男男女女等之所警惕的话》 《则从第一殿到第八殿》 《各种苦行都可免除》 《第九殿再查》 《假如也没有九殿之过错》 《立即交给第十殿》 《发往投胎到有福气的地方》 《出身为人》 《师父》 《那我母亲已经过世》 《没有机会再孝顺她了》 《怎么办呢》 《是啊》 《我的双亲也都过世了》 《我还能有弥补的机会吗》 《父母的恩德是很大的》 《而五始轮回以来》 《众生都曾经互为父母子女》 所以对一切众生慈悲 就等同孝顺父母 所谓《如母众生》 就是这个道理 前面我们也读到 《玉皇大帝垂慈加恩》 《特准阳世的后代子孙》 如听闻《玉历后》 能改过五件以上多行善事 就能将功德回向给祖先 替他们修补 让他们得以超度 这样就是在尽孝道 以前我们小时候 常听长辈说 不孝父母会被雷公打死 小时候印象总认为 会不会是神话故事 事实上 现代也有很多这类世界 1987年7月 台湾天气酷热 高温达34度 媒体报道中山高速公路 发生一件离奇命案 死者被雷电打死 死者有人描述 当天两人从台中驾车 北上喝喜酒 途中尿急 将车开到路旁小便 其料在这刹那间 一道类似雷电的闪光 突然打到死者身上 正好命中头部 当场脑僵四溢 全身焦黑 一命呜呼 法医验尸 确定被雷击死亡 至于大热天荷莱雷电 为何选中这年轻人 似乎有点灵异 办案检警意识到命案不单纯 于是从死者车内资料 找到其父母 死者父亲蔡某 是一名富有的木材商 但为人吝啬刻薄 其妻王室 是世前如命的坡父 育有四女一男 均贪婪骄纵 尤其是被雷击的这位蔡柱凯 她是独子 从小父母溺爱纵容 学习阶段 嚣张狂妄 不遵师长教导 渐渐地染了一身的恶习 蔡柱凯当兵回来 父亲便把木材业生意交给她经营 但显然她不是做生意的料 接手公司一年便亏损累累 经常周转不离 有一天蔡柱凯应酬喝酒回来 对蔡氏夫妇百般指责 起初这是唠叨 后来竟演变成辱骂及拳脚相像 看在她的姐姐眼里也视而不见 使蔡柱凯更加的肆无忌惮 后来竟联合两位姐姐 以强硬手段将父母赶出家门 两位老人家是饥寒交迫 病倒在公园的梁亭里边 被警察送到医院 蔡柱凯及姐姐到医院 竟争相破口大妈 还拒绝带梁老回家 如此忤逆不孝 看在医生护士病人眼里都不禁摇头 感慨大叹天下竟有如此不孝子 但蔡氏夫妇还是坚信孩子是孝顺 只是事业不顺 给她一点时间一定会变好 后来蔡氏夫妇到台南一家寺庙禅修 希望换回孩子孝心 但是蔡柱凯误以为蔡氏夫妇 是要向亲戚告状 让其背负不孝子罪名 竟将他们关在房内 并予以拳打脚踢辱骂 蔡氏夫妇没吃没喝 大受打击 致使王氏罹患精神病 被迫送到疗养院 蔡某半年后中风卧病再闯 蔡氏夫妇失望之余 曾说了一句重话 以后你们不是被雷公打死 就是死在无药可救的怪病 哼 我们的命运的还不是你口中的倒霉鬼 没想到几年后这些话都应验 蔡如凯死于雷吉 两个姐姐 一个死于艾滋病 一个罹患炎症 如此恶暴 不仅证实天理昭彰丝毫不爽 也应验感应篇汇编 对于父母不能忤逆不孝 或阳奉阴违 这是人性根本罪性 难以赦免之恶性 所以要孝敬奉样 才能报答父母辛劳于万一 如此才不会遭到天打雷劈 鬼神诛杀